SST即将在9月1号正式上路了 负责执行销售与服务税SST的关税局 最近真的都很忙 他们对内对外都要重新来适应这个全新的旧税务制度 那商家们也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 今天关税局总监也受邀出席一场与SST有关的说明会 并且给大家宣布了更多关于执行SST的一些细节 我们来看记者陈运传还有韩素婷的采访报道 销售与服务税SST现在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本地一家会计事务所就联合了大马税务会计师协会 今天就在吉隆坡一家酒店举办了一场名为 SST Reborn销售与服务税回来了的说明会 那这场从早上8点半到4点半的说明会 限了至少200个各行各业的商家与单位 包括中小型企业出席 那负责执行SST税务制度的关税局总监 苏布玛联也来到了现场给大家现身说法 SST 9月1号即将上路 那关税局总监苏布玛联之后就召开记者会宣布 明天开始之前在My GST系统下注册的商家 将会依据SST的门槛那其中一部分将会自动转移 至MySST的系统 也计划布玛联系统下转移 berbanding dengan472 ribu di bawah GST 在SST税务制度下被征税的物品将从GST时期的 11,197件物品减少至6,400多件 那关税局将会在下个星期公布完整的建议名单 那至于没有遵循这项新税务制度的公司 出犯者将会被判罚10倍的逃税数额 或监禁5年或两者监失 重犯者的话将会被监禁7年 OK 谢谢